像我说过 公共政策本来就是有许多的取舍 那我们考量了各项因素之后 我认为符合最大公共利益的 就是松山机场的迁移 那当然过去许多人都提出 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也提出 现任市长也提出 现任新北市长也表示同意 我们的台北市准市长也表示 基本上支持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不同 是我们提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 因为2030年 随着桃园机场第三跑道的完工 我们终于有本钱 有条件好好的来提前做规划 这200多公顷土地的重用的规划 以及周边3000多公顷的再生 其实可以提升台北市 大台北都长期的竞争力 那公共政策其实应该就事论事 公共政策不需要分蓝绿 我们期待的是 现任的市长 即将就任的准市长 我们一起来谈 2030年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更好的 做出整体的规划 你会讲话说不要送机前 你这一题不要到了选举才提 仓促提出来 那他认为这是需要审慎面对的意义 其实直接用仓促提出四个字来批评 我觉得太空洞了 也很可惜没有太大的建设性 我希望我们蒋市长对于我具体的五个主张 可以提出他哪里不同意 我们认为这200公顷的土地的使用 应该符合最大的公共利益 我们认为应该盖公园 我们认为公园可以符合最大的公共利益 让最多的人使用 同时在气候变迁的趋势下 也是一个城市之费 那蒋市长是不同意 这样子的做法跟这个主张吗 还是蒋市长不同意 眼看2030年即将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可以在2030年执行的事情 我们要提前规划 我觉得我们可以对于我具体的五个主张 来提出批评 我都很愿意接受指教 我后来也想说 这个没有看到交通部跟国防部 有所谓的具体规划跟可行性评估报告 不过共产党同党的台北市副议长叶林传 四年前进行政策也有说要被收集 你怎么看这两个人说法 所以我说公共政策不需要分蓝绿 我们来就事论事 一起为台北可以更好 一起为台湾可以更好 一起来努力 其实相关的主管部门也有谈到 他们对于国家长远的建设 乐见各界提出各项的建议跟想法 因为想要请教一下 怎么看网络温度自己分析 网红会漏跑 话题没有造成发酵 反而他攻击你 避到议题有造成伤害 任何网络的声量 或者选举相关的民调 都是我们参考的依据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会照着自己的节奏 自己的策略 一步一步地往前执行 想问一下接下来的备战策略 因为党主要有开会的时候 之后会加強入战这一部分 那是不是包含说 前民主长邱毅仁 也会来协助民党选战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但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会坚持自己的节奏 跟自己的策略 我们在1月8号之前 就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那就是我们希望选举回到政见 选举回到议题 透过我们对台北市 对于我们中山 松山区选民 具体影响大家生活的议题 来赢得大家的信赖跟支持 那你目前的主视觉 都是找瓜吉和王世坚来站台吗 是不是由于两年过去 都是党内比较特立独行的存在 但有传出说会引起一些 深绿的选目不解 担心流失选票吗 跟各位报告 我们的主视觉记者会 邀请瓜吉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干净选举的 这一个政见跟承诺 其实受到他在市议会 自治条例推动的影响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我也相当地认同 那王世坚议员 世坚大哥 来出席我们的记者会 也是因为他是我们进总的总督导 我想补充就是说 因为你开始选择的说法是说 牺牲总统专辑是民众说的 但后来有根据说法 确实误会吗 因为王宏会呼吁说 你要说清楚讲明白 我相信我讲得非常地清楚了 那公共政策本来就是有取舍 但是我不希望这么重要的一个议题 被沦为几个单字 比如说某某专机这样子的来政治化 或者来简化 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可惜的 这明明是一个 大家可以来好好讨论的议题 五个主张 我们对于哪一个主张 不同意不认同 我们提出来欢迎批评 就像我前几天说的 松子部的主要任务是行政专机 那经过我们各项的考量 我们认为 我认为 迁移松山机场是符合最大的公共利益